KID被爆劈腿吳依佩 许维恩状态露神机 依然KID4月才任跟许维恩交往 竟然爆出情变 哇 人活人样耶 好不像你平常的样子哦 啊 所以依佩很熟KID平常的样子吗 问题就出在这一天 KID在8月3号时出现 医美诊所代言活动 有读者向苹果爆料 说这天KID跟主持人吴依佩 在后台争吵 原因竟是她劈腿吴依佩 读者听到KID向吴依佩提分手 没办法 许维恩已经知道了 但吴依佩却不愿意 看看许维恩8月3号当天下午 连书好巧不巧就po了一则 愤怒的状态 8月14号凌晨又说 信任一旦被破坏 要再重建真的很难 外界出来测试是否恩智 与KID的恋情呢 记者打给KID求证 完全不是同这个 完全不是在po这个啦 太夸张了啦 所以你们的感情抱态是一样啊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啊 另外吴依佩也回应 那天我的经纪人还有我的助理 都一直在后面 而且这些现场超多人的啊 而且我跟他根本就没有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关系 我们私底下几乎没有见面呢 而且他应该也不是你的菜吧 当然不是啊 不过8月15号晚上 KID还跟许维恩一起庆祝 许维恩紧急的生日 大组 好 维恩生气企鹅 独劳斗新闻 KIDP最近最好崩茧一点咯 报道